你們覺得你們考得好嗎 發給本人 題目卷 為什麼要收 黃東升 你覺得我會嗎 來 東升最高 田嘉儀 你的垃圾還沒有給我拿去丟 等一下給我跑三圈 洪子彥 柏軒 黃雨晴 雲秀 蔡正男一百分 2千喔 真够啊 谢谢 陈品硕 李仲悠 黄品源 郑永勋 天嘉宇 天嘉宇 陈伯业 陈伯丑 林师不要哭哦 不要哭哦 再珊珊 红艺你帮她看 下一张刚好是你的 田瑞乔 陈伯专 陈伯专考得很好 陈伯专考得很好 你上次考几分 20 对我记得她应该考的 她这是考的69 右伸 右伸 你头发是故意这样子剪的吗 这边剪三分头 然后这边留头发 你故意的吗 蔡巧琳 不要哭哦 不哭不哭 雅萱 真的难过要哭 也是要哭一下 以星辰 你不要哭 你总不要看 你去陛下期 你总不要看 老师 老师 举本以后 你看你举本以后 那后一会 陈恒宇 陈伯专 郑伯专 确实考得不错 好 为什么会叫巧琳跟 你是不要哭 因为他们是认真型的 没有考好就比较难过 他们是认真型的 所以我看你们以后 放学留下来找我 跟他们两个一样 哇哦 不要那边没有问题的 我是一定会老 从今天开始留 你被处罚你就要去处罚了 怎么办 这奇迹可能会不会吃掉你 老师 老师 来你进步的举手 好放下 好 那个手放下 你是进步 你上次考50 是不是 所以你这是进步了19分 比他进步分数更多的举手 19分 你进步分数比他还多 你进步了几分 进步三分 我退步 你进步了几分 进步二十四分 二十四分 你有进步比二十四分还多吗 你进步几分 二十二 二十二你去拿糖果过来 那我也要我退步了 老师我进步十分 我顺便去拿糖果过来 好 老师你两个来要做吗 不会啊 那你这个 那个利隆那边可以做 好 你们 你们 来我问一下 你们喜欢现在的位置吗 我喜欢 老师 等一下 不喜欢的原因是 老师 我都不喜欢 老师 老师 就没有电风扇 老师 你电风扇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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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喜欢 只是因为电风扇 所以没有差啊 太难了 我自己在吹没电风扇 你先爱上 我只吹没 老师 听老师 所以摸自行 比较不会热 有比较不会热的感觉 对啊 所以这超热的 所以捉摸自行有一种 比较不会热的感觉 是这样吗 对啊 可是会比较吵 会比较吵吗 会比较吵吗 对啊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在的 讲出他的感觉 所以你们喜欢做摸自行的样子 对 这里太热了 比较 所以喜欢做摸自行 是因为觉得做摸自行 比较不会热 对 对 比较透近 那个 然后你们想要重分 对啊 好 明天再说 好 再来就是 那个 来看这一张 重点是要把不会的学起来 来看考题 来 那个进步的最多的 你还有永勋过了 我是正男呢 正男进步没有超过十分 我在想 没有因为 因为他本来就烤得不错 所以他进步本来就困难 老师我刚好十分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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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选一样 你你你先选 我来选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基本上他都还不错了 老师还不知道 糖果跟我们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也是巧克力 这两瓶啊 他一割 这都是巧克力 这个也是巧克力了 应该是的 很选 这个里面 里面是 这个 这个不错吃 这个里面是 那个放什么 奶油 老师 这个吃起来也不错吃 这个里面有一句话 好 等一下里面有一句话 对 他里面会有一句话 他里面会有一句话 他硬硬的对 他硬硬的对 我怎么都很难选啊 要 很快啦 不可以只能挑一样 老师我有 等一下 老师我有吗 有进步的有吗 好 我好想这个 好 好 再来那个 鸿章 我啊 对了 我进步了40分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准备的 是因为我刚好有啦 特别的 我没有特别准备啊 因为这都是人家请我的 好 不可以讲那种话 不可以讲那个什么蛙哥 那是不好的 很粗鲁的话 很少 好还有进步的举手 有 十分 好 好 来你们四个过来 刚好四个 我进步了一分多一分 我没 我没 那应该是要正男过来 正男进步几分 三分 正男比你还多 所以正男要过来 哇 烂掉了 没有他不是烂掉 他只是 他一样好吃啊 只是表皮不好看而已 那个是饼干 然后里面会有一句话 我可以耶 男的行动 他想这样 哎还有多一个 好 那这个就是你的 来 其实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可是他们没有挑他 很想多耶 七分那你过来 这个给你 做啦 好 现在就可以吃 好 我没有看到有人在看题目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 你只要有错 你应该要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你错的地方弄清楚 任何一门客都一样 你就是要把你不会的东西弄清楚 不管你错多错少都无所谓 然后 然后我最喜欢今天早上有一个年度部写的一句话 这样 他写说 我好累 好累 好累 我真的好累 然后不管我考的怎么样 我都会开心的接受 这样 嗯 但是其实要做到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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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做到开心的接受 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可能还是会哭出来 好 可能还是会哭出来 可能还是会哭出来 呃 但是哭也无所谓啦 就是 要适当的发现 对 就是 anyway就是 我觉得比较对不起的是他跟巧琳 就是他们蛮认真的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把他们交好 没有办法让他们考出好成绩 所以对不起他们 跟着哭 跟着哭喔 可是我哭不出来 不 要让我哭 要让我哭很难 对 我也不知道 很不容易流眼泪 很简单 真的吗 真的 那是接触外力 好 就是 他们两个是认真型的 他们考不好 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那其他人就 嗯 哈哈哈哈 老师啊 老师啊 因为他们两个是明显的认真 但是我没有让他们考好 就觉得比较对不起他们这样 那洪章是我 红章四 我觉得他是考的特别好这样 因为他上次考50分 他是可以考69是非常 因为你要从50分进步到69分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你要从一个不及格到及格 而且进步幅度还可以到将近20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那至于你的分数大概是三四三四十的那个地方 当然你要你要从20进步到40也是也是困难 但是那个困难度不会比50到69还困难 那个那个那个光卡会更困难 所以红章我会觉得他考的最好是这样 不是用进步分数来讲 那当然以正男来讲他他他他他要再进步三分 也是有难度 对他因为他进步空间很少啊 他上次已经考了97了嘛 他还可以进步三分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样了解 但是下次他只能准备退步了 没有啦 但是那个退步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下次他就去考 其实我这样讲 你的分数只要是在90分以上 我都不觉得你是退步进步了 你自己也要给自己这样的感觉 你只要是90分以上的 你这次考个100分 考个91考的几分 我都觉得你的那个都不算是进步退步了 你的程度就是在那里的 你的分数的起起伏伏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你在考试的那当下 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弄清楚 或者是有些东西没有搞清楚 就这样而已 因为你能力已经在这里 你的水准就在那里了 你只是 你只是没有 没有在那当下考出你该有的 该有的分数而已 可是你的能力已经在90几分那个关卡了 所以 好 然后 然后不管你 不管你考的如何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 对 就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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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自己 就是当初我不会的地方 你要你要要求自己能能会能会几题就会几题 有些人你应该要求自己每一题都要弄到清楚 这是这是每一个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 九年级现在要下个礼拜要考会考 我上课一堂课也大概只会讲个一到两题 有什么好处 他如果真的可以弄懂 他如果真的可以弄懂 他考试出来可能不只会一题 我跟你讲 基测会考考出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只会一题 同学那个机会考题他只要能够对个实题 那就V级了 V等级了 因为毕竟会考他是考整个整个国中整个年度的整个三年度的整个考试范围 他要考出好成绩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准备的范围比较大 但是准备的范围再怎么大 考的数学就那些 一样的道理 你们现在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 以后以后你不敢面对什么的考试都不会有困难 就是平常就要做好准备 要必须真的很重要的习惯就对了 我现在在教九二 九二有一个学生 九二有一个学生 他的程度大概跟你差不多而已 跟你 就是他他反应不是很灵敏 可是呢 可是我有感觉他有点开窍的感觉 就是他一直都上课都还蛮认真听的 开始知道要怎么想问题 那个事实上是必须要不断的努力 最后你慢慢自然会开窍 那个开窍的感觉 开窍我是觉得他有开窍的感觉 就是全班这样子教 我教教教教到后来 我就会觉得说他已经通了 可是其他人还没通他已经通了 不用讲是谁 就是就是我们那个学东西 学东西那个能量是累积的 你这一次不见得能够考出你想要的成绩 不一定 可是那个能量是会累积的 如果你不持续的累积那个能量 那你就只会退化 你只会退化 可是如果你永远都要求自己 上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弄懂 然后老师讲这个我就是想尽办法 上课我就是要求自己 上课把它想尽办法弄懂 然后我要求他们每天你就写五题就好 每天你就写五题 可是你要确实弄清楚 你那五题真的有完全弄懂 每天你就五题就好 他们每天 因为他们每天有被他们老师留下来 他们就真的 我觉得他们很认真 九二的那群孩子每一个人都很认真 他们就真的每天就五题 那如果五题解决了 他还会再多算一些题目这样 所以其实他们那个虽然算的题目很少 一天哦 题目算的很少 可是他们能量那个 那个在累积是很可怕的 那个累积再累积个十天 下个礼拜他们要考 就有机会可以考出好的成绩 就有机会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考得好 就是一个结果嘛 我还是跟他们讲 你就是一定要努力 可是最后的结果 你就是要开心的接受 因为人生 你们以后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 你是不是能够 能够很努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考出一个好成绩 不一定了 很多时候你努力了 可是那当下 不见得能够得到你想要的 不见得 可是 可是你一定要相信 能量是会累积的 到哪一天会爆发 哪时候机会来 你去要 你才要得到 你一直都不累积 你就是一直在退化 因为人就是这样 不进就退 不进就退 因为别人在进 你再退 这样 那你任何一个科目都一样 你一定要要求自己上课 要想尽办法弄到懂 我刚刚有去跟你们的国文老师 谈过什么 你们这次会考不好 最高分进来只考72分 就是 我要了解为什么 其实任何一个科都一样 学东西都一样 任何一个科目 学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要求自己 在那当下 要问老师问到清楚为主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因为你在课堂上就可以把该学的东西学起来 下课之后你要花的时间就比较少 也会比较轻松 那你们有一些人 目前的能力就是 大概就是在六字头 七字头 你要跨到七字头 跨到八字头 那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你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就是你必须要 上课的时候真的 你要要求自己要要求更多一点 你才有机会跨跨越 才能够跨到八 跨到九 那个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更大的努力 才能够跨得过去 否则你会永远都是留在六那里 六啊或者是五啊这样 所以我才会说红章很不简单 它可以从五跨到将近七字头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很惊讶这样 因为平常 平常他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理解 跟我们不太一样 可是他竟然可以 竟然可以考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对一些事情的理解 跟我们不太一样 好我们看一下 你有哪个题目 比较希望我跟你们谈 好选择吗 好选择第一题 他说在相同的时间同时间 请你先把他圈起来 相同的时间很重要 相同的时间 跟小进吃了12个热狗 小易吃了15个热狗 这个就是他的速度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什么叫做速度 我们常常讲 运动会的时候 跑100公尺 对不对 跑100公尺 花了多少时间很重要 对不对 你100公尺可以跑多远 100公尺要花多少时间跑啊 你们都没有测过100公尺的吗 新程12秒 请问一下你跑几秒就叫做比他慢 12秒以多 12秒 比12秒还多 就代表比 就代表比他慢 对不对 因为相同的距离嘛 对不对 相同的距离 你花的时间比他多 就代表你比他慢 知道我在讲什么 可以哦 这个我们已经在讲速度的感觉了 好我们讲简单一点 比较慢一点 100公尺跑20秒 这样子的速度感觉 这样子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要讲一个人跑多快 速度有多快 我没办法只讲跑100公尺哦 我不能讲说 比如说我去跑了100公尺 然后你去跑了200公尺 然后就说他跑了比我快 为什么不能说他跑了比我快 因为距离不一样 等一下哦 他跑200公尺 我跑100公尺 代表他跑了比我快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对不对 可能他 可能他跑200公尺 可是他花了一分钟 我跑100公尺 我跑100公尺 我只花了20秒 谁比较快 你要怎么确定 等一下哦 200公尺 他跑了一分钟 我100公尺 我100公尺 跑了20秒 谁比较快 100公尺 要有说服力哦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 谁跑比较快 100公尺 为什么他比较快 因为他们整个距离不成交的时候 100公尺 都只花40秒 厉害 其实 其实你们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不是不需要老师教你 很多东西是很 很生活的东西 很自然的东西 100公尺 20秒 他是200公尺 一分钟 没办法比 因为这个不一样 这个也不一样 没得比 所以你一定要先跟东盛一样 先把某个东西 变一样 所以比如说 如果我跑200公尺的时候 我会花几秒 你会发现 这个不就是你距离加倍 时间就会加倍吗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 这个不就是正比的概念吗 对 好 一比之下 同样跑200公尺 他要花一分钟 我只需要花40秒 所以我比较快 所以我比较快 你有没有发现 你要讲速度快慢 你一定要两个一起来讲 对不对 距离 时间 两个都要讲清楚了 我才能够比较哦 好 接下来 所以刚刚东盛讲了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100公尺跑20秒的这一种速度感觉 跟 这一个 这一个的速度跟这一个的速度 是一样的哦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相等是等在速度哦 100公尺跑20秒跟200公尺跑40秒 你们跑出来的速度都一样快哦 了解在讲什么吗 那我们一般习惯 一般习惯不是这样子讲 一般习惯喜欢这样子讲 这里1 这里多少 慢慢来 5 这里1的时候这里多少 慢慢来 算 5 怎么算 100超越200 除以20 从20秒变成只剩下一秒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跟着 除以20 所以这个得到多少 1秒 不是 20秒可以跑100公尺 如果你只有一秒钟 你就只能跑5公尺 这个叫做每秒跑5公尺 对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用这个来代表我跑多快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代表我跑多快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代表我跑多快 他们相等等在速度 所以速度是比出来的哦 你们国小有背一个东西叫做距离除以时间 事实上不是距离除以时间 事实上是当你把时间变成只有一秒钟的时候 你的距离就只有5公尺 所以这个5 是100除以20出来的没有错 可是你除的是20 是100公尺变成5公尺 20秒变成1秒钟 所以20秒跑100公尺 相当于是1秒钟我可以跑5公尺 其实不是距离除以时间 而是100比20变成5比1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5 这个5 这个5是100除以20 可是真正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真正的想法是我一秒钟可以跑5公尺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就说他的速度 通常我们会讲他的速度 就是5公尺每秒 所以他是比出来的 一秒钟可以跑5公尺 请你把这整个写在笔基本上 速度的感觉是比出来的 其实不是除出来的 事实上是当你的秒变1的时候 当你的时间变成一个单位的时候 时间变成一个单位的时候 所以你除出来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习惯讲的速度 所以速度是每秒钟跑5公尺 所以他的单位是比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速度等于1秒钟跑5公尺 你们那个很多的题目几乎 很多的题目都可以比一比就出来了 列项目然后比一比 速度有多快速度有多快 我们的速度速度5是当你的时间是1的时候 比出来的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说你的速度是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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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花1秒钟去跑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做单位换算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做单位换算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1秒 这个是1秒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知道 那你1分呢 请问一下这里我要写多少 1秒5公尺嘛 所以就叫了秒数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分数呢 1分可以跑多远 对你就会怎么样 因为1秒中变1分钟 你变成要跑60秒 对不对 所以你不就会把那个5 乘以60 所以你的分数 你的分数 就会变成是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在讲秒数 1秒跑多远 秒数 我们就叫做5公尺每秒 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要讲1分钟跑多少 你的分 你的分 1分钟可以跑多远 我们就变成多少了 变成是300公尺每分 对不对 先把这个写下 同学 这个通通相等喔 通通代表都在讲相同的速度喔 只是他用不同的时间去跑 只是他用不同的时间去跑 他跑出不同的距离 可他都在讲相同的速度 他们跑起来会从头到尾跑一样 因为他们速度一样 从头到尾都会一样 我跑5公尺的时候 他也会跟我跑5公尺 叫做速度一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算时速 对不对 自己再往下加一个时速 所以如果 如果我1小时 前面的这个空格要填多少 所以 从 分钟变小时 又要再度的 乘60 因为1小时有60分 对不对 你1分钟跑300 所以 这个是1分钟跑的 可是他要跑1小时 所以还要再乘60 对 所以你的时速 你的时速就变成 1800 对 所以这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我们不会讲1800了 1.8公里 对 这时候我们就会换单位讲了 有发现吗 这时候我们就会换单位讲了 不再会讲公尺了 好 所以为什么要学公里 因为我们需要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会讲1.8公里 对 所以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用小时的时候 像那个 那个仪表板 就是那个 不管是汽车也好 还是摩托车也好 那个仪表板 都是在讲时速 对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时候 就会想要把它变成公里 1800 1800公尺 我们就会 光你读1800公尺 跟你读1.8公里 光读起来 这个就比较干净利落 好 好 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一体 这一体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在讲他吃热狗 吃热狗 他一次可以吃12个 一次可以吃15个 然后他们用掉的时间相同 在相同的时间之内 他要吃掉12个 他吃掉15个 对不对 这个就很像是 刚刚的那个距离了 了解 在讲什么 好 然后他说 哪一种比例可以表现出 他们的速度关系 所谓的可以表现出 他们的速度关系 就是 他的速度就是这样 我在相同的时间之内 他可以吃掉12个 他可以吃掉15个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表现 他们有相同的 就是按照这样的速度 吃下去呢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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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 可是这一些时间他可以吃12个 这一些时间他可以吃15个 对不对 然后如果如果我吃6个的时候 他应该是吃几个 才叫做有用相同的速度在吃 7.5 7.5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 因为我用掉一半的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要跟我一样 用掉一半的时间 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道 所以如果这里是6 代表你是用掉一半的时间 对 所以他也要跟着我 应该跟着我用掉一半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就会变成2分之 所以如果有这个答案也对 理解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吃掉这么多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吃掉多少 才叫做有维持相同的速度在前进 他应该要吃掉多少 也就是说要维持相同的速度 用这样的速度 用这样的速度在吃 当我两倍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我怎样 当你除以2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我 除以2 才叫做有维持相同的速度在吃东西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题应该答案是哪一个 A 答案是哪一个 A 答案是A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可以变成这样 8跟10 有一样吗 有 怎么检查一步一样呢 先变成一步 对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有一个东西很好用 有一个东西很好用 你没有用到就会不好算 直接比这一个跟这一个 你会看不出感觉 因为12跟8没有倍数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你必须要先做一个动作 对 最减整数比就是这时候要拿来用的 最减整数比 好 所以你先把它 大家一起怎么样 缩小 缩小 对 我把它缩小 对 能不能缩小的 缩小成什么 我要一起缩小 一起缩小 就要能够分解它 也要能够分解它 我要同时分解12 还要同时分解15 所以要整除12 还要整除15 对不对 对 我要一起缩小嘛 对 哪一个数字可以同时整除它们 3 3 所以我除以3得到 除以3得到 有看到吗 有 然后你看一下8跟10 不就刚好是它的 有发现最减整数比的好处了吗 有 它就是这时候要拿来用的 好 离久在说什么吗 有 好 所以你要先把它变简单 再来看就会容易看 好 好 好 还有哪一题有问题 认真看 认真看 啊 第六题 第六题 好 选择嘛 好 我们看选择第六题 选择第六题 你要自己做笔记哦 最好是做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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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笔记要练习越整齐越好 它的有进步很多 以前就好像在画弧啊 要避写用 他现在的笔记真的是做得很好 好 好 那个第六题 同学这个是真的呢 他那时候那个2012年 现在是2017嘛 五年前 他们奥运比赛的时候 他们真的就是制作这样的纪念硬币 纪念银币啦 为什么讲银币 因为他的银的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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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案啊 图案 对啊 为什么 我今天叫纸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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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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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案对不对 图案就是你要容易塑形对不对 容易塑形 容易塑形 所以 我在猜啦 纯粹只有银的话 他可能会太软 他要插那些东西他才会比较硬 纯 他 他 我再猜 这个我再去了解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有东西他为什么 就像那个纯 那个黄金啊 黄金啊 他是软的 所以 所以他事实上他不是用纯金 他真的他不会真的用纯金 他如果他真的要做金牌对吧 他一定要摻一些其他的东西进来 他才会有硬度 他才会有硬度 不然的话他就会有延展性 他就会容易 他可以软来软去这样 就 所以 所以因为他 他要有一点硬度 他要有一点硬度 他才容易塑形 才可以有那个形状 可以雕刻那个形状 所以颜色跟这个会有影响 所以他主要是想要用银 然后再加一点铜进来这样 好 所以是以银为主 所以他是这样 这个三十七 对不对 我三七 那你加一些加一些意思意思就好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合起来不就是全部吗 对 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币 对不对 就是那个硬币了对不对 写印部啊 应该是要写币 就变成那个硬币了 所以请问一下 我三 你三十七 那变成一个硬币就是多少 四十 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道 接下来 他要做的那个硬币有多重 三千 一公斤 慢慢来 他要做的那个有多重 一公斤 他那个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价值三千英镑 一千公斤 三千英镑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一万 十五万元 十万 三千英镑 英镑 英镑三千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 像我之前跟你们讲 这是英镑嘛 我们换算成台币 对不对 台币跟英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十万 他一个我们要四十几五十左右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先五十啦 五十来算 三千英镑 十五万 十五万 你会发现 你也不会讲十五个 就是 你不会讲一百五十千 对不对 你就不会这样读了嘛 你会直接读十五万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十五万 十五万 所以十五万 你就不会再讲千了 你这个还会讲三千 你这个就会讲十五万 所以光那个一个硬币 一公斤 一公斤的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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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五万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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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 价值又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就这样 一公斤重而已 一公斤重 就大概之前有讲过 大概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你们真的要跟他好好学习 还有我 还有永勋 还有我的白狗 还有我 老师那种Candy 你带的 共用 共用 共用也不错 但是生病的时候 不要乱共用 你看大家都一起生病 就麻烦了 好 我好像有事情要跟你讲 整理的事 走 要在吗 好 各位 这是 send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